好,各位奇迷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继续收看 腾树看天下的围棋特别节目 今天我们为您继续讲解 第九届春蓝杯的决赛 陈耀叶对李适时的 第三局的决胜局的比赛 那么回顾前两盘呢 6月17号陈耀叶发挥不错 直白中盘击败李适时 6月19号也就是昨天 陈耀叶在打劫过程当中 过早消劫 最后功亏一亏 中盘西班牙李适时 由此呢我们也就能够有机会 欣赏到他们今天 决胜局的比赛 那么决胜局呢经过重新拆先 陈耀叶叶呢拆得黑棋先行 黑棋新小木开局 但是小木的方向发生了变化 看来陈耀叶今天是不打算 再走中国流了 这两天呢我们连续的几盘棋的讲解当中 黑棋走的都是中国流 白棋今天也求变 也没有再走二连兴 看来呢第三局决胜局的比赛 双方呢都立志于重整起骨 从头开始 对自己呢也是信心满满 黑棋挂就 白棋没有用 白棋马上赢 作为白棋一方希望把局面打散 你挂我我也挂 黑棋 一间高甲 不是很常见 后面的变化呢 也非常复杂 威尔的小木后面的这个定式的变化 都是非常复杂的 那么对于白棋来说呢 李士时今天呢 没有选择过于复杂的变化 也没有选择过于激烈的方式 而充容的 跳了出来 后续手段 黑棋配 在这个局面下 李士时呢也选择了一个 也是一个定式的走法 借着步调清齐 这也是以前的一个很早的定式的 只是现在呢 下的不多 黑棋冲 这是必然 白棋长 如果你再压 你就显得有点疏瘦了 那么这个时候 黑棋呢 选择肩顶 注重实力 顶住 你白棋再硬的话 你就吃亏了 这个肩顶已经被我便宜到了 如果我再压 我再出来 把你这个连路要是割断的话 这就不行了 那么既然你站着脚的话 我就要把这个头也盖住 黑棋选择 反底下 彻底捞去实力 这也是一个定式的下巴 小块的实力还是比较丰满的 白棋的外边呢 比较厚实 局部来说 肯定是这个 黑棋还是比较满意的 那么白棋的外园就看了 今后怎样来发挥了 黑棋拿到了牵手 该处理这个子了 眼见 就是好点 飞压过来 正好 这个指向 白棋的 比较厚实 相对来说 比较厚实的外式 那么如果你白棋要是说 在底下爬的话 那么这棋就不对了 那黑棋可以顺红顺水的压过来 你这个得不到发挥 所以说 当黑棋飞压过来的时候 白棋必须选择冲断 这没有什么好讲的 必须冲断 当然了 这也是一个预定的行动 就是你说 黑棋能不能跳单跳出来呢 实际上也不是说不可以 我认为也可以 也可以这么做 跳一跳压一压 毕竟你底下露的风 其实底下空也不是非常大 然后再一个开拆 也不是不可以 当然了 黑棋想走得更加紧凑一些 对白棋压迫 更加充分一些 选择了费压 白棋断 黑棋长 这都是预定的行动 白棋可以冲了再挡 也可以 实战当中的直接挡 不给黑棋外围的更多的这种借用 一手一个 白棋活小 这是双方的一个预定的行动 下一步白棋呢 这两个子呢 需要去出头 对黑棋呢 来进行压迫 一种可以跳 你跳我也跳 对不对 这样的话黑棋显得很充容 比如说你跳我也跳 你指向中 然后再过来 这是一种变化 但是显得有点松 实战当中你是使人的选择 尖 尖实的一尖 两边都想照顾到 这边要非安 这边要逼住你 这也体现了临时的风格 很紧凑 下一步就是强烈的对你冲击了 这一个头 剑子两边 那么实战当中呢 由于这个 这一代黑棋还是 白棋啊 还是比较厚实 所以说呢 黑棋呢 更注重于先把这一代 安定 更注重于这一边 所以说行棋选择了这边 没有再选择这边 那么这一边就势必 黑棋要 白棋要把你紧紧的逼住 跳起来 白棋 也像中午跳 那么白棋跳了之后 眼见的对这块黑棋的威胁 就更加现实 下一步 你要是不再去表态 我就可以马上 撤上你之后 我跳风你 你相当危险 所以黑棋必须把这一块走畅 那么眼见的下一步 可以瞄它打下来 那么你走到这边 那么我白棋 就要把你这个黑棋 封锁在那边 不走不行 我不走你跳出来之后 这几个白子受风了 这是好点 封锁黑棋 这个时候按照正常这个刑棋 这个调子来说呢 你白棋把我基本上封锁在里边了 那我黑棋就要 就地寻求安定 这一间是好点的 下面要度过 这边的眼型 它是比较充裕的 白棋也没有 眼见的一个打入的一个好点 这个棋还是正常的进行 如果是这么下来的话 这也是一盘棋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但这个时候 这个职业棋手 这个精神就体现出来了 封锁黑在这个地方 点试了一下 当然了 这个是对这一代黑棋 出头是有好处的 它是很希望你就这么一沾 那黑棋便宜了 很好 实战当中 李志诗当然不肯 就这么白白的被你便宜 而是并相就补了一下 补在了这里 虽然说这个棋形 有一定的弱点 但是现在 比如说这有个挤 但是现在你还没有挤 由于现在气没收挤 现在挤还没挤 但是毕竟 对以后这个黑棋贴紧 弃了你这几个棋子的话 有一些负担 有一些借用 但是由于白棋常在了这里 对黑棋的下面 它就威胁 就完全不同了 白棋就可以打入下边了 那么有了这个子之后 那更加现实 黑棋更需要扎稳脚跟 实际上黑棋还是走在这 还是走在这 整块棋的这个生死 现在倒不成问题应该说 因为这边毕竟还有后门度过 里边这个辉旋余地还是比较大 但是由于白棋走在了这 对你这儿产生的影响跟刚才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说这步点 到底怎样 这个还很难说 你想便宜一下嘛 对不对 但是实战当中等于白棋外边多了一手棋 多至少是差不出半手棋来的这块 但是对你这边有好处 好 实战当中 白棋先把自己这个脚跟扎稳 下一步还是准备要冲击你这块黑棋的薄弱环节 那么黑棋顺势 在这补 这个补啊 是这个局部来说 是还不是不错的 一个是自己有一顿的木术 另外一个下锋马上我就可以挤你了 有了这步补我就可以挤断你了 那么白棋团 这一棋也顺势 把这个抹 黑棋补后了 黑棋补后了 以后这个挡都是先手了 对不对 你白棋冲冲冲冲 我这挡子也能给你挡住 所以说黑棋敢于粘在这里 这一代黑棋还是比较厚实的 由于白棋棋型 由于没有粘上这个弱点 所以说这块黑棋还是比较厚实 但是弱点 问题就是在这一代 白棋 要有手段了 实战当中 你是很敏锐的 直接点到了这里 直接点到这里 直接点到这里 这个原因就是 你冲不掉它 你冲挡 冲 我这一粒 黑棋气是不够的 气不够 所以说 这个棋 黑棋只能忍耐 只能忍耐 往下边拖 看着你白棋怎么走 是你硬手 那么白棋这样的 你拖 白棋肯定要板的 把这束黑棋走一个次序 然后再把这个团住 白棋先沾 下锅要冲断的 这个 黑棋必须要 先手煎一下 然后 这个打吃 黑棋 吃过来 比如说你黑棋这样 不也可以吗 这边要吃你这个 这边要吃这个 这不是更好吗 这个子为什么要送你啊 那我白棋 在这一补的时候 你是不是后手啊 这个先后手很重要 所以 白棋 也是注重于先手 让黑棋吃 然后白棋先手可以 把这个给你打出来 但是说你现在 可不可以煮多 可以啊 但是这样的话 目数差不多少 这都是先手 让黑棋活得很舒服 藏出来 黑棋 后手连回 好 我们看到这里时候啊 当时这个看这个棋的直播 感觉到心情啊 不太舒服 不舒服 为什么呢 白棋先手吧 黑棋 下面这个大概有这么个七八木棋 就给破了 自己还成了几木棋 这个里外里的出入 这个先手 大概有十多木 十木棋吧 至少十木棋 就这么没了 当然了 白棋外边的相对来说 变薄了一点 但是具体怎样 冲击这个白棋 现在至少 还有点看不太清楚 没看清 你说白棋薄 距离怎么冲击呢 这白棋 好像很容易 这两块就联手了 已经呢 问题现在是该白棋的 现在是该白棋 这个时候啊 白棋那个先手 就把你这个 都给你偷掉了 白棋这个时候 走了一个 大棋 好 这实地里有个军方 你这实地不是 捞了不少吗 是不是 实地比较坚实吗 我这个非常实惠 那么这个棋 至少现在从实地上来说 白棋是一点都不差的 应该是说 白棋现在实地 一点都不比黑棋差 那么黑棋 这个时候 必须要对这两块白棋 有所冲击才行 否则的话 这个局面就不对了 一下就不对了 有所冲击才行 实战当中的 陈昂的走在这 走在这 白棋继续煎 走到这的时候 说实在 在现场直接看这个棋的时候 仍然感觉有点不太妙 不对 这黑棋也连不回家呀 断成 这完全都有断 这有断 这底下不是稀里哗啦 如果黑棋这个纸 就无疾而终 白棋煎 扔在里边的话 而白棋 基本上 演员约约要联络了的话 这款棋 是不是 就坏了 当时就觉得 这个决胜局 是不是昨天受 昨天这个 陈昌月 突然这个踏空的影响 今天这个心态有问题呀 是不是这个 棋要过早的崩溃掉啊 当时这 演员约约 里有这种感觉 现在看不出来 更多的东西 但在往下载着几个 我们就能看出来了 啊 这个 预想的 与我们直观感觉的 发生很大的偏差 黑棋 啊 回贴 啊 好 白棋继续 好了 这个时候 我们就能 严厌约约约约约约的看出一些东西来了 好像 现在对于黑棋来说 啊 首先呢 有这个 几种选择 几种选择 一种是 啊 我把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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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粘上 我把这个 粘上的话 你白棋假如说要断我的话 我就打了 粘 这样 再 这样再搬这个 我就准备怎么样 气质了 啊 把你呢 封在里面 自定转 当然了 是不是气质 要需不需要这个转换 那么由白棋决定 啊 白棋可以 我不跟你气质 我不跟你转换 你连 连你 连你去吧 大家互相再往外走 啊 这个由白棋决定 啊 要看白棋的脸色形式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一种变化和走法 那么实战当中 我们看到 如果说是这个 你现在要是不气质的话 我们真是看不到 有什么好的变化 假如说你现在就这么连的话 那你这通通都是白走啊 对不对 这通通都是白走啊 几乎啊 但是不行 你这连不回去啊 一手连不回去啊 你要是这样的话 那人家就把外面走畅算了吧 接着走 走畅算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时候 应该说 在这个黑棋 我们再通行反转 走这个的时候 恐怕就运量着一个 这种气质的选择 当时我们真是没有判断出来 黑棋是有可能 把这个子要弃掉的 这个真是没 显出我们的一个 一个想象 那么实战后来 大家都知道了 黑棋在这个地方 去子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巨大的成功 如果实际上早知道这样的话 当然了以后里面的话 一会儿我们再摆 白棋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个更好的选择呢 比如说打一打 靠一靠 球联络 不给黑棋 不给黑棋 这块以更多的借劲 白棋这个 是不是有中计之嫌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很执着的 冲 我们看 刚才说了 黑棋如果团 这个的话 那么这个主导决定权 决定权 是在白棋 那么我想白棋也会看到下面的变化 白棋不会让黑棋如愿的 很有可能白棋把这个尖出来 这个地方呢 形成不了这个汽车转换 那么我们看这个时候 黑棋是掀起这个 这个就是命令型了 你必须要 不是要断底啊 你必须要粘这个 白棋必须要粘 走到这儿 然后黑棋继续搬这道 走到这儿我们看出来 黑棋是真的想起子了 而且 这个白棋 就不配合都不行 已经没有什么回头路可走了 走到这儿 就是为了要起子了 白棋还需要粘呢 这个时候黑棋 完了这个 白棋必须断了 这样 这个棋按照现在 正常的这个情况来说 白棋不是说 那个黑棋不是要弃子吗 那白棋应该断了 但是如果你现在断了 这样吧 黑棋先打一个 确保安全 不打不行 不打这个子给你打掉了 先打一个 然后封锁上面的话 白棋气不够 比如说 打一个 砍 你马上封锁 气不够 你不敢打了 马上就气紧了 对不对 你再紧气 我也紧 不行 白棋差一气 所以说很无奈 在白棋断这个 断这个之前 必须要把这个给送掉 这是什么奥奥奥奥奥 这个你必须得打呀 黑棋必须要长啊 然后 这个是多了一个字 然后这个白棋再断这个 有了这两个之后 你现在黑棋就不能这么直接去紧气了 这块宽出了一口气来 宽出一口气 你黑棋只能这样 这样的话 白棋就可以先动手了 然后白棋还是要再紧气 黑棋先手就把白棋在封锁里边 沾这个都是先手 这个这个 白棋很苦恼 原来最早 我们看 觉得以为这个白棋断这个是一个失误 你这么打出来之后 这两个字基本上就死掉了 现在 然后黑棋呢 变厚了 而且离这边更加靠近了 你看如果没有断这个的话 黑棋对这边的影响就偏弱 实际上白棋断这个是为了严的一口气 是无奈 然后这个时候 该轮到黑棋下 这个棋太好笑了 那我们看看我们盘点一下 这个黑白棋究竟得到多少东西 把这个算上 二十木棋 这个原来呢 基本就一半在嘴里的二十木棋 实际上在这个转换当中 白棋也就得到了这么二十木棋 这个当然了 这个是先手的 二十二三木 二十二三木棋 以后这个交换掉了 这一打之决先 黑棋把这个来上 把线手也是拔 二十二三木棋 它这二十二三木棋 二十二三木 是后手 外边 这是先手 黑棋铁后无比 关键是黑棋赢得了先手 你这块白棋怎么交代你 我现在随时 这一扒 你这几个子就下了 虽然说不是很大 但是在我嘴里现在 黑棋肯定不肯 现在直接就吃 就这么吃 肯定要是 对你进行一个 总体的一个攻击 我们看黑棋下一头 就是走在这里 所以说棋走到这个的时候 我认为这个 黑棋这个棋子 是大获成功 由此呢 我们呢 也可以这个反推 当时这个白棋这个尖 是不是有中计的嫌疑 尖完 黑棋长 白棋又长 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如果说尖完 还有回头路的话 尖完再长 就没有回头路了 所以说当时黑棋 在这个很薄的情况下 形成很碎的情况下 就这么往外一飞 这个这个真是 当时是 不经历间我们看 觉得黑棋有点崩溃了 这个白棋两边都比你厚 你从中间往外挤 有什么作用吗 而且之间这个联络 这支离破碎 根本一种其他联不上 很难联络 自己的弱点 也有很多 自己还没有什么眼形 哎 这个棋真是真是鬼 当时第一感是不能想到棋子 二十多么棋 结果呢 白棋马上就中戒了 黑棋呢 主动地选择了棋子 没有让那个白棋 有选择余地 自从白棋尖了 再长 往里再长了一步之后 就走向了一条 白棋就走向了一条 咱们说不归路有点过早 但走向了一条 没有选择的道路 完全是听黑棋指挥的 这个黑棋这个有点有点太舒畅了 那我看右下的一共多少门棋呀 现在呀 这个这都是要需要紧气的 那还是我们可以紧发解释 十目 三十四十 一共大概是三十三目 三十三目起 三十三目 目前来说有三十五目 就是先手 三十五目起 如果说 黑棋 这个地方以后 吃住的话 这个木树也不比这个白棋地方小 一点都不得小 而且外面还这么厚 关键是 它不是吃这一点的问题 有可能会很大这块 这个是怎么办 现在 所以说 现在应该说 黑棋是断然有死 断然有死 但是我们追根处缘 就是说 按理来说 黑棋这个 一个这个 形很薄的情况下 往外飞这个形 按理来说 是走不出这种效果 如果说白棋 选择一个 嗯 联络的变化 然后稍微在这个地方 这个不动强忍耐一下 不强行分割 这个黑棋飞出来 这个子的话 很可能 不取得一个 比较好的效果 因为当时 白棋此地不差 这个非常实惠 非常实惠 对不对 底下是先手 掏掉了这么多空 你虽然这个地方 比较实惠 但是 这地方都给你掏到了 那地方也不到了 现在形式一点都不差 而且白棋是在外边 重要的是在外边 这个棋应该是 黑棋还是比较困 由此 如果这个棋的追溯的话 当时我就 这个 最开始这个布局的时候 有过一个感慨 有一个感慨 就是说这个飞压 这个小棋的飞压 按照当时的这个形状来说 这边有一个黑棋产子 按你的心情来说 是很愿意飞压 这么压过来的话 破坏一下飞 白棋的这个阵性 但是反过来 这个棋我们辩证给看 正是因为这个白棋 有这个 这块稍厚一点 以牺牲一点实力为代价 这块稍微厚一点 飞压的话 实际上按照棋里来说 稍稍显得稍微过分的一点 毕竟冲断之后 你需要处理两块棋 而且这块 要是比较厚的话 对你这块实际上 有一定压力 而实战当中 这种担心 实际 真是成为了一种现实 就是说 当白棋出来 这个 尖出来之后 确实是剑子两边 一边是要紧逼你这边 一边是要飞绕你这边 特别是针对于理事实来说 这种这个 中盘力量非常大 赛于中盘战斗的 这个棋手来说 他实际上不惧怕 当然说你说黑棋 我说 如果说惧怕 当然也不惧怕 就是说 我飞压之后 你中断之后 我两开棋 我都能够处理 这没有问题 但是 从这个 效果上来说 这个增加了很多 这个复杂的因素 如果说是单跳出来 那我压你两手 因为底下 你现在还露一点风 实际上围的并不是很大 人家这块稍微厚一点 围一点也很正常 那么我压出来之后 我再进行 开拆 那么又是一盘棋 我觉得也是一个 不错的选择 也很冲 这边我捞了实际了 这边给你点 那么我得这块 我压出来 我得重新我 进行一个 整体的一个规划 也可以 这当然是一个 一个思考云地 是不是就必然走成这样 另外一个 就是说 导致后面的局面 就是说 不是很从容的话 就是说 这个白棋 这个点是用手 白棋呢 黑棋点是用手 白棋没有直接藏了一个 对黑棋采生了重大影响 这个点 是不是有一定的问题 是弦的 如果说单直接补呢 又是什么样子 恐怕呢 又也是 一盘棋 最重要的 我感觉就是说 不管这边 处理是什么样 这个黑棋 这个黑棋 这个三个子 拆了之后 这个被白棋逼住 我总感觉 又有局处 也许这是正常的变化 逼住你 你就得跳起来 然后你在驱针 总是感觉局处 你没有机会拆 但是你不敢呢 怕这边飞压 这也就是说 当时飞压之后 断开之后 所带来的一种效应 你总是有一边 会感觉到 有一些局处难受 你很难同时处理好两边 除非是白棋走得非常松 你有可能 如果说白棋走得比较紧凑的话 你很难两边走得非常聪明 当然说你说 这个棋就换了以后 不一定 就是我不从容 实际上对方也不好受 但是这种 纠缠在一起 交织在一起 总让人感觉 特别是跟力量型选手 这个比赛 总让人感觉 一直是引头这种感觉 或者是不舒畅这种感觉 或者是不清晰这种感觉 那么这个阵差量错吧 应该说最后这个棋内 突然走成了这样 那么黑棋明眼的打不成功 所以说这个可能是在这个局部白棋没有识破出黑棋的意图 也是可能在决赛当中这个力赛的心态上 可能这个地方处理的心情不错 那先手掏药了 是不是想在这个地方一举 确立这个优势 如果说我代价不大 代价不大的把你飞回来一个纸 就这么给拦腰给断了 我这两根棋还能够联络的话 那这个棋基本上 真是有可能 瞬间就崩溃了 要交代的这种感觉 当时你是不是有这个想抓住机会 然后凭着他这个锐利的这种 这个这个这个敏锐的这个嗅觉 一举把你给尖断掉 事实上确实能尖断掉 但是没想到黑棋 没有给选择 白棋就没有选择一地 马上就选择了棋子 这个是有点死掉不及的 出意料 而把自己这块棋还忘了 有可能可以卷进去 那么下面呢 这个白棋继续 这个地方必须要表态呀 不能让你都给你吃进来 那是绝对不行的呀 这个是瞄断你的弱点 下面我要冲断你 冲断这两个 这两个不能给 这是七斤的 所以说先这个 用白棋继续重新 这棋现在对这块白棋 保持一个整体功力态势 整体功力 你现在还有没有时间 心情去把这个拉出来呢 这个不相当危险的 如果你要是在这种单关 走这种棋的话 这棋肯定要死平去了 对不对 那现在 比如说搬一手 飞一个 这个都是选择了 这都是下边的白棋一个运行动 不过现在你这个 走这个是断软不行的 那白棋再加一刀的话 很可能就整体死进去 那么现在呢白棋没有马上在底下选择新棋 上边白棋还想要这个出头 如果说这一线 就算是这个某种时刻把它拉回来 这几个残子 如果这一线被黑棋立不透风 就封在里边的话 我看这个黑棋是先说没有问题 那么整个这边车全是黑棋 铁厚的话 那这个棋完了 那白棋是输定的 那将来 就不用下了 如果是铁厚这么半圈封过来的话 白棋就算在里边一个苦活 这样分过来 这是断然不行的 白棋必须要利用这两个纸 还多多少少残留一点活力 你的这个口还没有完全封击这个时机 看看能不能出头 所以实战当中 白棋选择了一个 剪 这也是实在用手 这部棋也挺讨厌的 为了你用手 你要不让我下部这部拉回来 这部拉回来 这部再拉回来 那你这几个就要出问题了 是不是 包括下部 这个白棋肠 这是对这个中府吃力的影响 都有很大的变数 看看你怎么走 那么对黑棋来说 有几种选择 一是 把你这几个字牢牢吃住 二是 我继续出头 甚至把这两个吃住 继续出头 对你进行仍然保持整体功力 这个 这个姿态 那么黑棋 怎样选择呢 好 我们休息一下 一会儿回来 好 我们回来继续 刚才呢 白棋最后一手 还是要向外边出头 现在考验一下黑棋 到底是 还是继续保持 总体功 还是要把这几个子 拿住 那么呢 这盘棋呢 我们看陈瑶叶 还是比较稳健的 这一块 现在 牢牢的 把这几个吃住 吃住了这个之后 整个这个大脚 现在整个这个大脚 也有三十二十三木棋了 刚才说 这一块白棋 有大概是三十五木棋 这样子 差不多太多了 加上黑棋外边 这一块的棋力非常大 这块非常厚 另外 最重要的 这几个白棋不干净 受工状态 所以说 应该来说 现在黑棋是断然优势 这是没问题的 白棋还得继续宣外啊 那么黑棋 实时盯住白棋 这个子不给 简单退回来 也有点无趣 顶住 顶住 白棋 实时把这个断掉 这个断掉 有人说呢 你这个断 我那一双 你不是后手吗 局部也的确是后手啊 但是有了这个断 我看到了 它就埋伏着一个 实际是埋伏着一个手段 埋伏着一个什么手段呢 就是将来 我现在我可以断你这个 我在你挖子之前 我先断你这个 考验你一下 考验你一下 断这个 然后 你必须要 这样打吃我吧 是不是 我打吃 然后我可以掰进来 这个手段是比较利 掰进来 你断我 我挤你 最后把这个子给挤起来 有这种手段 这也就不难理解 一会儿我们看黑棋 为什么要立在这里的一个原因 好 刷上之后 黑棋 一块地把这个冲掉 好 这个时候 黑棋把这个立起来 如果不是这有起的话 黑棋是不会立这个的 他一定会这样 会把这个弧住 这当然相当大了是吧 黑棋是立即这个 由于有了这副力 这个 这个我们大脚 这个黑棋大脚和木树 进一步的膨胀 已经跟这个 这边的白棋 已经是相当了 比刚才木树又有所增长 同时这个白棋这个手段 它就消失掉了 同时这个段子后呢 我们看到黑棋这个 这几个子啊 黑棋现在气很紧 也就是说当 这个白棋如果出头的话 有先手的味道 先手的味道 我看白棋下一步 这个时候还是比较凶狠的 靠在这个黑棋这个腰眼上 黑棋反击 也是寸步不让 这时候白棋施展了一个手段 他就说你这个 这个连板 我说很容易把你这个子吃了吗 是 他就是让你吃下来 白棋要 把棋走在外边 这个你肯不肯留 如果我这一打 你要粘上 那我就便宜了 那白棋 就是白棋可以糊在外边 这个不错 非常畅 然后呢 利用这个 那个我这个力量 然后再 然后咱们再这个 冲肠记忆 毕竟也这条边嘛 我多多少少的 相当性能给你破掉一些 在冲肠记忆 虽然说黑棋好 但是呢 像白棋经过这个整形之后 缓解的不少 那么这个时候 黑棋呀 就要有一个决心 他一定 要把你这个子 给你打断进去 不能让你这个舒舒服服的 我这样粘上是不行的 实际上就先调到这个结了 这个结呢 对双方来说 也都是比较重的 黑棋这个时候 在这一点 这个实际是在造结 把白棋这个地方走中之后 把白棋这个地方走中之后 这地方就多操这个结材来 然后 准备打结 不能轻易再走了 本身这步实际上就稍稍有点损了 再有的更损了 黑棋找这个结材 这个结材是很愉快的 再提回来 白棋知道 这个结是打不赢的 就把这个藏出来的 黑棋呢 也建好就收 这个粘住 实际上我倒觉得 这个棋 如果防止意外生变的话 能不能在粘之前再打一步呢 毕竟黑棋可以再找一个不结材 这个 再提回来 这个白棋也是定不住的 防止这个意外生变 或者是防止这个白棋 把你给蒸掉或者藏出来 黑棋现在选择先粘 没有再继续打 这个时候白棋把它藏出来了 出动没 这也是跟前面这个段子相关联的 这也是跟前面这个段子相关联的 这个打掉 黑棋没有选择再继续尝这个 而更加重置了这个中腹的这个势力 这个粘后 这两个子彻底的牺牲在里面 这个时候 白棋把它拐住 现在对黑棋来说 有几种选择 一个是 我可以现在马上吃你 马上吃你这个 这是一种选择 另外一个 我现在我自己去做一个演 如果我马上吃你的话 双方是怎么 马上吃 我吃 然后呢 提过来 恰打 我这两个子 这两个 黑棋这两个子将被吃掉 你一吃的时候 白棋先打吃你 先打吃你 先打吃你 你不敢摘 你摘上之后 我吃你再加你不入气 有这么个问题 所以说呢 把黑棋的选择是 把这个牢牢粘住 把这个牢牢粘住 当然了 白棋呢 有这个倒是有强行开截的手段 有强行开截的手段 但是这个截才不利 所以也没有强行开截 另外白棋现在呢 还有 断吃这两只的手段 现在就断吃你这两只的手段 断吃你的话 我断吃 黑棋 能是这样手中 然后白棋吃 黑棋吃 把这几个吃通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看 黑棋外边 关键是 白棋虽然底下得了很大的力 但是这个棋 黑棋要强插这块白棋了 所以说这是一个 白棋的负担 不敢做这样的一个交换 现在不敢断吃这个 必须要把这几个大棋处理好 这是关键 现在白棋有负担在那边 所以说呢 这也就没有 这个白棋去 这个实际上这个棋 早就有 这个棋早就应该走到 但是很可惜 白棋没有 以前没有走到 所以说后边 也就没有机会走 走一个 把它交换掉为好 这个时候白棋 把这个粘住 准备活棋 这个子是要拿来 刚才是因为断了这个之后 如果是断这个之后 黑棋可以这么走的 断这个 黑棋走在这 因为现在白棋 外围顾虑的是整条大龙 所以说呢 它不能做这种转换 白棋先补 这个时候呢 这一个带 白棋是有打结手段的 实际上 打结手段 所以说呢 白棋把这个补充之后 黑棋马上把这个吃进了 这一块就彻底的 一干二净了 一干二净了 否则还可以打结 好了 现在的问题就是 白棋 这一块 这一块怎么活出去 当然了 白棋 这个是先手 这是没有问题 这基本上有一个眼 不是非常确实 但基本上可以说有一个人眼 黑棋 黑棋 很强硬的把它搭住 就是不让你轻松火 现在的焦点问题就出来了 就是到底这个白棋 这个黑棋搭成不成立 如果白棋不敢把你画 那这个棋啊 就是到现在就可以说 全过为结束了 如果是只能这样的话 这个棋就结束了 那这个棋肯定就结束了 不管你说活不活 这个棋就结束了 实在 我们看 基本 就是说这个棋 实际上走到这儿 算都不要算 就是后边都输了 后边就是输了 不成立 不要板 因为不管是 这个顶起来还是退 所以这个棋肯定就就地结束了 这样板 把完之后再算 打 三 好 这个时候就需要计算了 就需要计算了 一个是 白棋这样行不行 到底行不行 如果这样 那我就搬 当然了 现在的问题 现在 现在是需要一个后续问题 这个不能让黑棋动下来 这个白棋存在着一个阻度的问题 如果让你动下来的话 肯定不行 我们简直单 看一看 如果是先直接走 打吃 摘一下 黑棋 出截了 但是黑棋的先手截 白棋上哪去找截啊 对不对 这个太大了 这个太大了 即使拿这个交换都不行 咋受不了 何况这块还不干净 它不是一个直接转换的问题 还有截 所以说这个不能考虑 拿这个方法不能考虑 那么我们来看 加住 首先 行不行 白棋也要 把这个加住才行 加住 现在这个问题是 你黑棋到底敢不敢力 如果像刚才这种次序的话 像刚才这样的次序 那 白棋依然不行 然后直接断的话 这依然不行 人有气也无意的 依然是不行 喷嚼也不行 这样还是不行 这是肯定不能考虑的 这增掉了 我看 如果真的不行的话 那黑棋就成立了 足度就成立了 我这一成立 所以你这个都死进去了 就算你是有先手挡 再有一个后手远 这块还不是完完全全的后手远 那你这个还是死进去了 那肯定不行了 但是我们看啊 当黑棋 如果说 翻的话 白棋有先挖的手段 这是一个数字 如果是白棋先挖的话 黑棋这么大 白棋如果能打这个头 情况是不一样的 好 你得粘吧 你不能跟我打这个结吧 你粘 好 我跑 一步 你粘 我跑 你再走 这就不行了 这就不行了 你再去打结 这就不是完全你牵手 你再打 不再打 你就是提不来 我可以粘上 这个太大了 即使这两个转换的话 恐怕都不行 恐怕都不行 然后这样黑棋不行 这个太大了 也就是说这个先手劫 后手劫 还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天下劫了 所以说这个 阻度风险极大 是不行的 白棋有挖的这个手段 由这个手段成立 所以说这个地方 只能让白棋度过来 白棋夹的时候 黑棋选择的 建筑 你的眼睛要点 那么这个白棋 今天必须老老师先度过 然后再挤 黑棋 你本来要说 如果说联络的话 整个都能联络出来 但是黑棋就是为了破坏白棋的眼型 宁可自己眼型不好 也要把你挤住 我看只有破坏了你的眼型 黑棋才能够得到利益的最大化 先尝这个 你看这不是有风险吗 白棋要想断掉黑棋 这个是不行 顶过来 斑 斑 行不行 好 斑 我就尝 实在也是这样进行的 白棋很痛快 先说打 白棋出来了 是 白棋确实能出来 这是没有问题的 白棋 白棋 把这两个吃掉 白棋再拐 你不要去痛哀的打这个 现在打这个人就给你提了 两边断一处 完了 出来 搬住 站住 再打车 这个时候必须提 然后白棋再冲出来 再冲出来 白棋看似比较愉快地冲出来 但是我们发现 它只能压着一条狭长的路冲出来 而且它必须是命令形 我们看整体 现在在底下没有眼 没有眼 挡着有一点 这个地方是个半只眼 后手眼 这个地方并不是完完全全的后手眼 也就是说黑棋这一带 可以碰你的眼 所以说这个黑棋 这个大龙并没有安定 而顺势的黑棋 拿掉了人木属在上边 应该来说呀 这个时候 我们来盘点 判断一下形式 这个地方呢 前面呢 刚才做了一个胶带了 为了消除隐患 做了一个胶换 然后在这个度过之前做的一个交换 把这个后手眼做出来 白棋这个地方一个后手眼 这个地方一个后手眼 如果是说外面一旦变厚了的话 黑棋就可以枪杀白棋 这是白棋的眼画 这就跟那个昨天那盘棋 有点类似 大龙跑出来了 但是没有活进 那么现在判断一些形式 黑棋 这个底线 目前大概是三十八目 三十八目 那么白棋 现在 已经没有刚才的木数多了 为什么 这个棋也不是先手了 以后随时黑棋就走到这 这个木数少了 两番木棋 同时黑棋还多了 黑棋有三十八目 白棋大概现在是三十三目 这地方就多出了五目棋 五目棋 这地方黑棋 三目棋没有问题 三目 四目 可以说就这两块加一起 就够贴木的了 如果是说 也就是说 白棋这一块的木数 和黑棋这一块的木数 以及加上中央的潜力 持平的话 黑棋这盘棋就可以赢了 就可以这么算 如果我那个木数 加上中央的潜力 如果能顶着你这一块 这个棋 黑棋就赢了 黑棋就赢了 好 我们来看 黑棋 把这个贴上来 贴上来 这个时候就命令 白棋必须要做活了 首先是把这个 这个呢 而且挺大 也是在木数的 以后这个脚上 就画了木数 我这么一点这个手机 过活 而且呢 这个黑棋 这个脚上 有点没掉 当然了 没完全活透 先后手眼吧 先活第一只后手眼 那么现在该黑棋了 黑棋看看如何 似乎啊 白棋这一块 如何最后定型 最后决定这块 其实胜朴的 应该说现在黑棋形式 还是非常不错的 点一个 学现 黑棋领头的先手 这个很重要 如果这个 先手给白起来的话 那这盘棋的话 变数还是很大 这一步呢 实际上底下关子 还是比较损的 但是 白皮成立也很厉害啊 下一步棋 这里面有点缩头 实弹当中 黑棋收这个棋 这个棋子是非常非常大 以后还有个大神徒了 但中央呢 实际上呢 倒是稍稍呢 有点变薄 变薄了一点 如果是说 当时这个棋 我有一种判断和想法的话 这一代黑棋 肯定是有鲜色味道的 我要碰你这只眼子 我要强点你它一会儿 对不对 如果说这一代有鲜色味道 这一代或者这一代 这一代有鲜色味道的话 搞得白起硬的一个 如果是硬的一个 黑棋再把这个 跳起来 或者是压 跳起来吧 能把这个撑住 是不是更减明一些呢 这个口子已经封上了 感觉有可能更减明一些 实战当中 当然了 黑棋保留着这 这也非常大 保留着 那么白起要冲击 黑棋的保卫 好 这是一个好点 黑棋 看上去 白棋面有点勉强 但是这个棋 进行到这 创实在 也挺紧张 就是怕意外出棋 毕竟是面对理事实 它是很敏锐的 连这种东西都没有用了 白棋必须得把黑棋中央 强力彻底破掉 才行 对它很愉快 想封黑棋吃这几个 那是吃不了 粘住 还是大呀 必须粘住 而且是贴底的气 可以拐 可以拐 白棋把这个挤掉 再去粘 这几个白子 无论如何也要跑出来 现在这个问题就很简单了 如果说黑棋简单 你就把这几个字吃住的话 这个白棋就不够了 现在这两个大棺子建合 这边味道 你如果是泡了点的话 这边我就大生腿 如果你挡上这个 我就挡上这个 现在你们说肯定不够 刚才说了 这一边加 这一边的潜力 已经被压缩了不少了 是不是 已经不比这边多多少了 我中央呢 再吃掉你这些 就足够足够的了 中央的黑棋实木棋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就签 所以说 白棋必须把它 给练出来 白棋寄予的希望 就是 一是牵制这几个黑子 能不能牵制 另外一个 这块黑棋 现在呢 也没有活精 甚至一跳上去 你还没有眼呢 当然了 这是白棋的一个 一个梦想 问题是它离家很遥远 问题是 我白棋还不干净呢 现在就是说 这个白棋 如果是变得完全干干净净的话 这三个子都不好回家 这三个子都不好回家 何况白棋还不干净 所以说这个黑棋来说呀 没有意外的话 应该来说 这个棋 这个白棋很难找到 确实可行的办法 本身的话还不干净呢 实在 这个白棋还得照顾这边 它还没有直接就这样 直接这样的话 这是真实的 我这边都没有鲜手味道的话 你还回什么家呀 但它也得照顾这边 那么这样呢 就黑棋呢 马上 点太子 它的这个 标眼 就像这个 没有什么动作 你看到的 我看清楚了 黑棋在里边搬 如果你现在断我的话 我不是车里的问题 我不给你截劲 我单退回来 这个棋是这样 我单退回来 你再吃 我断你 你出来 我顶住你 你这个这个白棋 就完全动弹不了 完全动弹不了了 所以说呢 这一些变化呢 也都看清楚了 当里边搬的时候 实际上这个 已经没有办法断了 它只能向外走 黑棋很充容的 就把这个 搬住了 实际上 实际上现在呀 实际上已经吃通了 又做了一个交换 黑棋也看清楚了 那么这个时候 白棋 再可以用这个 寻求一些变化 黑棋把这个断掉 白棋呢 还在做最后的这个 努力 黑棋把这个再 给摘上 白棋呢 也摘上 因为这个底下 剩个大关子 黑棋随时一透点 这个尬下来 那么也彻底 目数就不对了 白棋再把这个摘上 实际上这个跟胜负都没有关系了 那么最后一笔就 这个一挖 走到这儿 李自实呢 听众认输了 但这个端这个 怎么也都不行了 实际上最后这几手 实际上跟胜负没有什么关系 没有什么关系 当黑棋 跳在这儿 在里边一板 里边一板成立 这个棋就宣告 结束 这边一人一手 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目数是肯定不够了 那么整个这盘棋里面 后面收的 还是比较清楚的 大概有惊无险 这个地方让我们还是 多得稍少 有那么一点冷汗 点在这里 毕竟这个 点在这里 气呢 也稍稍有一点紧 还是有一点紧张 特别是整个这块大棱呢 实际上 也没有眼神 但是好在呢 这个白棋 离家太远 另外这个白棋自己 白棋最后走在这儿 也是一个无奈 自己 不干净 没活进 没活进 他说了 就是活进的话 也不好联络 没离家太远 这一定会就是 好在整个黑棋 获得了先手 先手去定型 把白棋压缩在这一线 基本上给碰在里面 这也是很重要的 这一代走的还是比较清楚的 还是黑棋 外围比较厚实 还是涉于这个黑棋的这个威力和压力 如果是说活进的话 白棋肯定不会硬的这么老实 对不对 肯定会向你发动总共 白棋不敢发力 因为黑外边呢 这个自己有弱点 所以说白棋硬的也是在里面 中规中矩 没有办法 最后呢 再拼搏一下 实际上也是没有效果 那我们看呢 这盘棋呢 这一块啊 这块是个生的 是个关键 就是黑棋搭住的时候 搭住的时候 说实际上这个板是成立的 黑棋断不了 我们说如果是当时 就是说 白棋板的时候 黑棋如果那个回头退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把这个地方再回味一下 就是白棋这个飞 白当时是 可以把这个拿掉 这个两个黑子在这 当时是这种状态 我们把这个再拂一下 再来看一下 心内这个就不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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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在这里 这个棋行 黑棋搭住 如果白棋板的话 黑棋退呢 白棋再 然后黑棋再强 太小心 感觉上来说 黑棋呢 更广阔一些 木树上局部来说 要好一些 但是呢 也留下一点扭坏 但是现在是该黑棋了 黑棋就先手 然后再这样大了 稍稍减的 有一点空虚 当然呢 白棋还是需要补的 还是需要补的 考虑到如果白棋再补一手 黑棋再走的话 可能要比实战要好一些 然后就彻底的 这个更大 对吧 更大 不要用那个白棋出头 有可能那个赢的可能增加枪数也行 当然了这个时候呢 急事回头 看不行 黑棋也走出了最枪手段 压迫白棋 从狭感的缝隙当中钻出来 而且那个火镜 这就跟昨天有一起通工之妙 看是把自己的空给破了 其实是昨天不在这儿吗 把自己的潜力破掉了 但你黑棋没活进了 由于这个没活进 就影响到了后边 虽然说纯耀业后面失误 但那个失误 也是理事实给逼出来的 否则的话 就把这个结给消结了 昨天 消结了之后 哪有什么失误啊 不可能了 对不对 就是怕你黑棋放在里边嘛 我吼一个 最后打了一个结 才出现了疑 所以说这个 有时候赛工赤马 这样的话 也可能还有一些变数里边 也许 感觉变数也不大 毕竟你还是需要 后面活的 总之 也许当时 材料业的计算是可以的 后来发现 又发现不行 这也有可能 如果说是 当初就看出不行的话 也许 就这样退一下 算了 这也是有可能 这也不错 后面下的很好 很顽强 第一的黑棋 再补一手作火 然后后面 另用白棋 大龙 确实安定的这个因素 成功的 在这一代定型 最后白棋走的是 很面前 总结一下这盘棋 如果从开始的话 导致自己局面 一下子 边之有力 还从这里端出来弃子 这个就非常巧 李士石呢 中计 一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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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一挡 再一尖 李士石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中计 然后后来就是一本道 后来这都是一本道 实际上 对白起来的时候 没有什么选择余地 对不对 黑棋让你怎么样 你就得怎么样 完全没有选择余地 这个地方呢 有段子两个子的这个味道 在里面 但是没有机会 没有时间 有棋没有时间 有开节的时机 但是呢 有开节的时间 但是呢 也看不到好的时机 应该来说 不利呀 结财也不利呀 打输得很重啊 整个人都很勉强 你当时就是这样 我黑棋总攻你 总要是你气还不行 你不气就要被攻成这个样子 这也是 确实是 后边的期间 陈尧月发挥的 还是相当不错 以强硬 应该来说是 以强硬对强硬 你白棋 我就要做封锁你 这个是白棋 不甘心封锁 专权结果 实际上要不然 它要是 当初的棋 形容的话 如果不交换这些的话 直接在底下 做火的话 炼火的话 包括这个斑 这都是可以的 带着黑棋要封锁 那个棋就是阿乐斯的棋 就把你整个 这个这个 奔波维斯的 这个气度强回棋 那个棋 满上黑棋 白棋在里边 苦活一小块 那个棋是阿乐斯 那白棋在里边 钻出来找头绪 后来你 黑棋 走的更精确 更强 也没有办法 实际上 刚出这个气质 把这个 这就是二什么棋 一个大强关子而已 给你封在里边了 这个棋 已经可以说是 断然优势了 这个优势 这是相当相当大的 对于职业气质来说 这个油是 不可想象的 所以说后来你 确实呢 也没有再 再弄出什么新东西来 这个地方呢 靠石 竟然不成立 这个 在木处上 黑棋还是损了很多 很多 白棋获得了很多 这个地方一直到这 而且这个脚上还有味道 这一代的潜力都被破坏掉了 好在基本木处拿到了 好在这个地方吃的比较厚实 还好在这个地方还是有外围的一些潜力 没活进 所以说最后呢 黑棋也顺利拿下了这一盘 这盘前面应该而说呢 陈耀烈还是算发挥的 还是相当不错 但是这一代 我在这个 上一集当中讲到了 就是这一代是不是还是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尤其是这个适应所的一点 导致白棋先手掏空了黑棋 如果白棋不跟黑棋做纠缠的话 你没有弃止机会的话会怎么样呢 当时觉得还是 还是不是很顺利 因为白棋这个扎丢之后 木处拿得很坚实啊 这个角也不是想象中的呢 打得不得了 所以说这个棋还是一个很漫长的棋 而且呢 外围总体来说 外围的势力 白棋要好 所以说这个地方还是 有值得 很怕值得商榷的地方 尤其这个点 当然呢 最早的话 如果是不飞呀 单挑呢 另外一团棋了 好 那么整个那个春篮杯决赛 这三番棋 我们呢 就都讲解完了 那个 我们呢 也很高兴 陈耀烈的2比1 击败几十 他夺得个人的首 各世界冠军 可喜可贺 那么希望陈耀烈呢 以后呢 能够借着这股势头 拿下更多个世界冠军 带给 其民们 更多的惊喜 那么好 那个春篮杯 决赛 陈耀烈烈 李世词 三番棋的整个讲解 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也希望你呢 以后呢 更多的关注 我们腾肃看天下的 围棋特别节目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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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